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但七十后八十后对他却是很熟悉 关永和当年的TVB花旦 红遍大江南北和东施口 描翠花最大金石 驼枪师姐 天下无双 书建恩丑录 这些电影都是7080后的回忆 而关永和评级这些影片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在红遍大江南北之后 关永和却做出了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情 嫁给一个没前没地位的龙套穷小子 轰动了整个演艺圈 这名穷小子就是当时还在TVB跑龙套的张家辉 许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那个穷小子成了影帝 在大荧幕上独当一面大放异彩 而他也没有看走眼 即便成了影帝 这个男人依然待他如初 悉心呵护张家辉2003年12月8日 与关永和在澳大利亚结婚2004年 出演杜琪峰导演的大事件 2008年张家辉与谢霆锋张静珠合作主演正人 凭其该片张家辉荣获第53届 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 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以及第46届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2010年出演林超鲜指导的警匪片现任 2012年在大追捕中是王远洋 获得第49届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提名 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2013年出演金站 我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最佳男主角 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演员奖 第10届华鼎 奖中国最佳电影男演员奖 2015年2月19日 宇宙任发出演电影《澳门风云2》上映 4月30日 主演的电影《赤道全国公映》 11月26日 自导自演的第二部作品 拖得去磨人香港公映 作为实力派影帝 他贫瘠淋漓尽致的演绎 和完美的荧幕形象 一次又一次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张家辉说 太太是我在娱乐圈最大的收获 确实在最艰难的时刻 他的太太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 在娱乐圈这种分杂的大环境 是非常难得的 不光要我自己内心的观 更重要的是 面对各方面的压力 所以张家辉说出了这句话 这一句绝非是张家辉的长眠话 25年的爱情 对于他们来说 很幸福也不易 有人说 世界上最心酸的是 莫过于错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 与张家辉来说 遇见关永和 并不是他最好的时间 关永和 我选择张家辉的时候 他一无所有 张家辉是警察出身 80年代经朋友介绍 进入了演艺圈 作为一个新人 跑龙套是他的日常工作 剧组的生活很累 还要常常饰演 被挨打的角色 尽管这样 演戏所得的薪酬 也只顾得上级餐和饭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 张家辉认识了关永和 有一次电影杀青 剧组一起吃散伙饭 因为服务身上错了菜 关永和端住盘子 一桌挨住 一桌的问 平常在电视上光鲜亮丽的女主角 没想到生活中竟是如此平易近人 温柔低调 这是张家辉第一次见到关永和 他喜欢上了她 可是张家辉没有勇气表白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条件不是很好 抱住是一世的态度 他去约她 连张家辉自己也没有想到关永和竟会答应 之后两人因为和拍了电视之龙 在江湖正式成为恋人 但是爱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在美好的爱恋也将面临世俗的考验 1993年底 张家辉租了一间三四十平米的民房 和关永和在一起了 两人一同出入的时候 被狗仔队拍了个正著 恋情曝光了 而恋情的迅速曝光 也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一个当红女依靠 和不知名的小演员在一起 迅速的曝光出来 这对两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那时 关永和已经平齐住和东施口 描翠花 醉打尽职等热播剧 火遍了大江南北之后 更是因为《驼腔师姐》 《天下无双》 《书建恩仇录》等电视剧的播出 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而许多大牌男明星 都与之进行过合作 如梁朝伟 刘德华 欧阳振华等 所以媒体纷纷是不看好他们的 实际上张家辉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事业上的差距张家辉一直都清楚 可是他没想到两个人的家庭条件 也相差悬殊 在父母的催促下 关永和带男朋友回家 张家辉第一次知道 原来这个与自己 几塞出租屋里的女人之前 都是生活在400多平米的大房子里 香港寸土寸金 关永和家的条件 自然无需地说 看住女友房间里 漂亮的床 书架 衣柜 台灯 她的心里百味 杂陈张家辉 偷偷问关永和 说实话 你住在我的破房子里 有没有想这儿 关永和回答 说不想 其实还有点想 比如说这漂亮的台灯 结果善解人力的关永和走的时候 抱走了家里的台灯 意思是 这下次就不想了张家辉的压力 即使大家可想而知 那段时间 张家辉疯狂 努力 依然压力过大 世俗的语言 甚至是自己心口 这道关也过不了 总觉得 欠就关永和 因为压力过大 张家辉一度濒临崩溃 他不辞而别 跑到南非待了八个月 关永和 没有找他 他知道他需要时间 自己走出来 这个时间的张家辉 有点自暴自弃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姐姐 已经患上了癌症 得知姐姐病重消息 后赶回香港 才发现 原来又是关永和 在心心照顾 这让张家辉 心里的奋斗之火 熊熊燃烧起来 关永和知道 张家辉心里的痛苦 环境与成绩的差距 舆论和自尊心的压力 这些让张家辉 想过放弃 但是关永和 却对他说 你现在这样 不代表将来也这样 他们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而张家辉的奋斗生涯 也随之开始 张家辉仍然揭拍各种小角色 一点点磨练自己的演技 没有一夜爆红的幸运 他的知名度 在一步步作品中 慢慢提升 2008年 张家辉与谢霆锋 张静珠主演了 警匪骗证人 上映不足两个星期票房 近700万元 张家辉也评级该片 获得了包括金像奖和金马 奖在内的七个影帝 立马轰动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之后张家辉便一发不可收拾 接连出演的正人激战 步步精品让他走到了人生巅峰 张家辉还热衷慈善 2010年4月张家辉和莫少 从前往青海玉树了解灾情 并将拍的片段 于4月26日举行慈善大会演播放之后 也进行了多次慈善活动 张家辉的成功 实际上背后的关永和是最伟大的身影 关永和选择了自己的男人之后 坚定地支持住他 从没有放弃 最终他的男人终于成功